疫苗終於抵台卻只有11.7萬劑 專家擔心若每次到貨量都這麼少 到今年底恐怕連高風險族群都打不到 下一批抵台的疫苗是什麼 在哪裡也都無法掌握 打不到疫苗是個問題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 是每一種疫苗的免疫保護時間不同 中研院的院士吳仲義認為 疫苗注射後稱為保護力時間的 免疫記憶力究竟有多長 當務之急應該是推出有效的治療方案 病患獲得抗體才是權益之計 就怕前面的人打了免疫記憶力已失效 後面的疫苗還沒補剩 現在只好轉而寄望國內疫苗 正向國發會申請建設疫苗二廠 預估年底能生產1.2億劑 等到疫苗覆蓋率達到六成 就會推動邊境鬆綁 但不會以外國推行的疫苗護照為標準 而是以抗體濃度PCR檢測 作為縮短檢疫時間的標準 不過這些對台灣來說恐怕還太早 你要打的是目前證明效果 比較好的疫苗 譬如說90%是95%的疫苗 就是RNA疫苗 那如果你今天打的是60 70%的疫苗呢 那就不一定能給你疫苗護照 在這樣的疫苗之亂下 未來疫苗是否能如期到位 恐怕還是藏著令人不安的變數 街上站林佩傑台北財網報導